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章鱼的话呢 他应该是叫做这个旺巢啊 然后据那个养章鱼的大佬说呢 旺巢是比较小强类型的 所以说啊我感觉我还是可以的 对啊我现在先跟他稍微进行一下友好的操作 因为不然的话我怕他在我家会非常不适应 对我不清楚我能养他多久 不过的话应该会加油的 对他吸盘非常的强啊对 好吧你看我现在把他给 抱起来也没有关系他现在看到我还是一个比较 怕的一个状态啊我现在就把他 放到刚刚里面去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然后明天给他弄点贝壳类给他吃一下给他吃一下 好章鱼现在是已经正式的进入了我的这个缸里面啊 目前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比较活跃 然后我准备给他找一些那个罐子之类东西可以让他有个藏身地方 这样的话会比较比较保险一些啊 然后希望他能够挺好的适应到我的这个环境里面去 对然后给他问一点贝壳类啊 然后请教一些大佬之类的问题 对好吧总之的话呢也是希望 然后你们可以喜欢这一类猎奇类的视频 因为你们知道我喜欢养这种比较奇怪的生物 对现在的话呢 跟他互动还是比较可以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吧 那这期视频简单就到这里了 我现在给他去增加一些装备什么的 那我们下期见到大家拜拜 张鱼哥拜拜 然后刚拍完视频啊 就发现他已经是会爬到另外一边去的 所以说张鱼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生物 然后我决定还是给他加个盖子啊 防止他爬出来 他前面差点已经是爬出来了好吧 那我们真的是下期见啊 大家拜拜 我还好我没有开一个水泵了 我怕他爬到这个水泵里面去会这个钻死 然后我现在比较想看他上来的时候啊 看他会不会上来啊 因为我这个缸的话空间来说还是比较的小的 应该比较适合他吧